歡迎各位來到張福元跑馬4.0的頻道 張新,我們來講講馬不體重的問題 首先,體重公佈是早10年20年開始做的 有些人初推出來時發覺很重要 後來發覺也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 我們不相信太多馬迷在跑那個體重 但作為一個參考資料放在那裡是沒有問題的 馬會是做多很多工作,但馬會資源這麼多 資訊透明的沒有所謂,放在那裡是完全不會覺得是甚麼問題 但如果你說純粹我們初初推出來的時候,我們會笑它 搞錯,你猜跑狗嗎?跑狗就算磅重而已 因為狗是只有幾十磅重的 所以你那個磅,如果多了幾磅,少了幾磅都可以作為有甚麼事 但如果一隻千多磅的馬來講,多數,根本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於是,曾經有這些馬慶都是很厲害的 即是磅了馬迷就是 我們不理的,那些加減10年20磅,我們不理的了 即是超過20磅,25磅才告訴你,突然間輕了,或者重了20-30磅 才提一下你,這個是對的 而且他們曾經贏過的時候,看重了 曾經有很多馬警,一定有點難的 曾經多少磅贏過這隻馬 但也是這樣說 一隻馬一直成長或者老 其實在職業賽初期,當每隻新馬來到香港的時候 除了公佈馬匹的血統和中文馬名 他們也公佈了馬匹的高度 例如馬匹15獎2,15獎3,16獎 所以馬匹後來發覺,你沒理由將一個新馬遞初來報到的高度 是我們叫綁死,馬不知了,不合成長的 除非你定期度下他 沒理由,沒理由 沒理由,沒理由,沒理由 於是取消了 公佈體重就保留了 於是隔了20-30年才公佈體重 沒有問題,我完全沒有反對 不過值不值得太重視呢 是個人取捨 還有一點,當時曾經出現低種混亂 我有理解也不會怪責任何人 隔高,站在那裡就容易 你叫做站定,在那裡不動 即是未必定可以的 有些馬,大家也看到了 看開船門,有些馬很安靜,讓你按住 拍完兩分鐘就可以了,沒問題 有些馬,只是按都按不住 站不住了,站不到位置 有些馬的氣息不同 所以根本就不是可以 那麼準確的 不要理會他了 如果你說痴痴拉雲我們統計學者 準和不準的Variance 大家拉回平均數 10-20薄不要緊的就算了 沒錯,體重加價 還有一點,有些技術性 如果我做馬經 例如貴初 我體重 重了30磅也不管了 血元書當然重一點 退了 反而貴初的時候 不是啊 貴初的磅 比貴尾更輕 你提出來給人看 反過來 去到貴尾了,那隻馬不是啊 不但沒有輕度,還重了 又告訴別人 整個馬是貴 你不能夠把9月的 整個都保持到這樣的 9月和10月的尺度 放在5、6月的 不同月份 不同的 用處 但如果你計算了那麼多 嘩 除了馬不是 賜賣 又盪位 又賠率 又狀態 又負榜 又賣了幾十樣東西 我以為體重是 可以擺在這裏做叉貓的 加價 至於馬匹的體重 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原來愛倫說得對 跑馬是跑馬是快慢的 跟馬體型高大 肥瘦根根本沒有關係 肥的馬 重的馬 要贏得 小的馬 要贏得 都沒有 最近大家都是鬥快的 不是鬥快的 不是夠大 鬥快的 愛倫名言 於是有兩個紀錄 第一個紀錄就是 今季 兩個紀錄就是 跑馬 竟然可以越來越重 接近1500磅都贏了 很誇張 這個紀錄 另外 現在多數的馬 連1000磅都不夠 很少 1100磅至1200磅 1000磅已經很少 如果我的紀錄 因為我通計了 都是近 七八年 最小的 香港馬 就是叫 辛寬肖 最低的時候 當然我們算最低 可能有時候高一點 是試過902磅 即是說 原來香港馬的體重 出賽 由900磅到1500磅都有 是 沒有關係的 但如果沒有記錯 在90年代 有隻 歐洲 痴馬尼 人是香港平 我忘記了馬的名字 是法國馬尼 不夠八百磅 八十多磅都贏了 香港平 但是痴馬 還有痴馬是長途馬 一般來說 長途馬輕一點 不要緊 反而1500磅 不可能 不夠長途 不可能 我自己在澳門 包括你自己有分 這位德寶 只有900磅 最重的時候 980多 最輕的 950多 內幾 近1000磅 但永遠都不近1000磅 是的 這些馬 那麼細粒 我們叫磅位 要留心 我們的準則 129 130磅 已經很辛苦 一定要背上126 127 標準磅 才能 跑出折的真正水準 因此 因此 這個禮拜跑的 八週年紀念瓶 三級賽 1800米 健康快驅 延期報名加入 115磅 沒有蝕分 健康快驅 是輸給加州 十大和美麗在線 16米 但那場是12磅 本身134磅 是呀 900多磅 不等讓隊 12磅 本身要背得到 134磅 跑第3隻 很厲害 我都有點差異 是呀 定磅 這次 115磅跑 1800米 瘦本路程 雖然 排面上 不是罪惡 未必夠發財 先鋒跑 但我會對這馬 有一定的期望 我都會 沒錯 因為 拿走19磅 這麽小的馬 只是很大幫助 1800過1600 1800過1600 看到快驅 延期報名加入 上個星期 被 船風飛影 這麽小的馬 最好 我看船風飛影 不過不失 九成馬 不過我沒理由 這麽絕 你 延期報名加入 還要抵出 是呀 還要計到 他還要80分 最慘就是他揹著80分 其他賽事當然 你又不選延期 又是報這場 杯賽 真不知道 真厲害 不夠 蔡孫 是呀 被他爆了 是呀 全場被罵了 是呀 但是你會不會 又顧忌重施 又是 健安法區又贏了 又延期加入 我們有的感覺 我們罵過 香港馬會延期報名的制度 已經是很多流動 嗯 這個船風飛影 如果我 我們 我們以小人之心 蔡學會不會知道 捉重 所有人心理 以為我不是 那些 但我特意不報名 但是我一定知道實有 實不滿額 實有位 最多13隻 或12隻 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不延期報名 一定要開放 給你們再報 延期報名 遇到時加入 會不會算得那麼盡 是 然後找一波結束上去 我不敢說了 萬一 我真的有14隻馬 報名 後備 你出不了 到底要怎樣 沒辦法 他會不會再有部署 沒有辦法 他會不會再有部署 沒有機會 現在大部份 宜班賽事 出門 只有10隻8隻 是不是 出門 實現期報名 會不會有人 拿著這個 制度的漏洞 來攻破 你心理 我自認給 蔡學功破了 如果他是 一早報名 我預算他一份 是 是 明白嗎 但他延期報名 我這麼有 這麼有 這麼有心機 真的這麼有心機 就真的給他 這麼有心機 所以沒辦法 別人再暗 我們沒辦法 算到別人這些 說回馬不替蟲 我自己在澳門養過一隻馬 金匯媽 加拿大馬 高了 接近17獎 在澳門來說 已經很少 這麼高 這麼大的馬 就有1240 1240 很厲害 已經很厲害 很厲害 很嚇張 香港 香港來說 現在1200多磅很多 因為我們要求 大部份都是短途馬 高頭大馬 澳洲馬 所以很容易的 1300多磅 不是很多 但都很常見 1400多磅 好像 拋得寶寶那些 很少 那些我們叫很異常 那些 一施500磅 我想 135磅和128磅 那些就沒有分別了 對他來說 完全多磅 完全沒有分別 那些對磅位影響 那些對磅位影響 比較小 這個我們觀察到 是吧 至於 我再說 磅位加減 某個人來說 就是 很次要的因素 一般來說 如果我在沙淵看到 很異常 瘦了 或者 那麼胖 我才略為 揭揭揭 我不是很理會 當然有很多 馬迷和行家 很留意這件事 我絕對 沒有問題 各施各法 我自己擺好次要 是有必要的時候 才揭揭揭 我就不會 叫你做獨馬 其中一把尺 不會拿這把尺出來 其中我自己 做其中一把尺 是反映 你之前提到的一點 我會留意一馬 例如900多磅 或1000磅的馬 我會留意你的體重 就是什麼頂磅 或者130磅以上 我就會留意 我自己一定會打折扣 這樣的體重 什麼磅位 例如說 金威 金威 金威的經驗 真是 值得參考 如果在我自己 我自己用作為跑馬 作為參考 我就會以這個 作為一個 我自己用作為 我自己用作為 小顆的馬 小顆的馬 就看一看 他們背負幾個磅 這個我會留意 我會留意 我的準則是130以上 是重磅 特別是現在 133加135 特別要小心一點 這個原因 健康快區 上次134磅 後來135 就很厲害 我猜不到 一出我已經畫了 沒有畫比我那麼厲害 還要1600 我還有少許希望 但1600 還要揹一三四 我就想想 會不會有機會 所以我想 接下來這一場 健康快區 會不會再 跑得更加好的水準 好了 我們這集 先說到這裡 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訂閱我 這個免費頻道 給我們一些鼓勵 給我們 今天也歡迎 成為收費會員 成為收費會員的方法 可以在我們YouTube下面的文字裡面 有一條連結可以進來 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收費會員 收費會員裡面 每天的本地賽馬 張先生都會有一個沙圈的職場 體驗狀態之外的分析 另外亦都有 開外賽事的職場提供 開賽事月開始已經有 開賽事日 3月也有相當多的日子 都有開賽事日 希望歡迎成為我們的收費會員 我們這集先聊到這裡